非常高兴华市新闻台进驻52区块 NCC让华市入主新闻黄金区块 中加系统124万收视户 最快4月13号开始就会看到华市出现在52台 但华市每年亏损上亿 员工只有164人 到底凭什么入主黄金区块 中天新闻台关台 然后换给华市让人看得瞠目结舌 合格考上台大的学生 硬是把他开除 然后换一个考不上台大的学生 硬是让他入学 然后说那我们再帮他补习三年 华市说三年内要补足到400人 但这只是行政指导没有约束力 换言之未来就算华市的承诺跳票 上了车不补票 甚至坐得再烂 还是能稳坐52台 看中天挺华市难道走就是绿高层盘算 去年5月 传出总统府密件提到要处理中天 果然11月就否决中天换照 主委不必嫌公开喊话给华市 今年1月中家先送环宇没下文 2月改送华市 结果立刻排入审查 不到一个月华市就过关 网友通批NCC不演了 国之公器私相授授 完全照剧本走 早退租第四台了 中天的行政诉讼还在打 NCC是不是铁了心 要保送华市过关 这个民进党政府呢 搞52台也不必演了 我废你52台的照就废你的照 我要给你放到华市 把华市放到50台就放到52台 也不必演 早就这个版本就是这样 不但NCC克费的 我觉得公广集团也可以费 这个媒体可以搞成这样子吗 这很可恶啊 网友红未来从49台到54台一片绿 执政者难道要绿化所有新闻台 记者简容启程进入台北 查报导